经论 那就相续泄脱 就叫解身密 这个道理在解身密经啊 讲的很多 其次呢 观戴道理者 为你 行法说法的时候 一定要到戴纵缘呢 大部分度众生 也带一切缘呢 咱们种树 种花 拿这个钱先来解释一下吧 你得知道时间季节啊 你连时间季节都不知道 不能活呀 大家看见了吗 那棵树一到去就死了 看到了吗 不是时候啊 只能秋天 春秋两季 你正在夏季来移术 防满建筑了一些 这就不知识 也无所谓啊 跑出来也是得死 他有障碍了 直到这种因缘 没有这个缘的时候 菩萨说法 他知识 这个时候该说不苦 直到缘 缘成熟没成熟 同时呢 印象 注法 各个个别的作用 还得知道 同相 异相啊 总相 别相 为什么讲六相 为什么讲六相 所以 作用 就是说你这个说法 起作用 不起作用 大部分他都知道 不起作用 他不说 其次说 说了法 有没有成道的 能不能文法得正道 相应不相应啊 能成不 能成 不能成 佛说法 有在一个法会上说完了 有好多发布地心的 有好多正俄乱国的 有好多正菩萨道 那叫应成的意义 还有说法 布相伪 这个很重要 应成 自体差别 所奢受的 原来也成 就叫应成义 因为 这个时候所说的法 注相 注语言 布相伪 是限量境界 法而入世 没有时间 原成书就说 原不成书就不说 他知道法的生命 说法 就观察了 那同时啊 你得观察的因缘 成书不成书 还有 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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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说法 也不能说 等待 有缘 就说 无缘 不是等待的法 言辞 相续 而不断 不被 不要违背 不要违背 自己的意思 不要违背 自己的意愿 明具 文身 意 都得通达 所以在说法 在说法的时候 善意念 不忘 利 随哪一个法门 就说哪一个法门 但是你自己 宗子是什么 就不忘本宗 能说 能辩 随所应度 还有种种 疲语 因缘 直接讲正文 没法懂 就讲故事 故事就是疲语 引诱 让他从故事 得悟 但是呢 因为能对机 断他的疑惑 他有什么疑惑 都给他断除 让他能够产生 决定信 决定修 能随他所应受受的 他能领纳的 就给他说 这叫明了 还不要说的太复杂了 复杂了 就诈辩 不可以的 就不诈辩 这里头有自受中相 有他入受中相 有自他的同相 相同了 但是相是一个 又能在不二相当中 自相他相同相 都能在这个不二相 就是一相 什么叫一相呢 就是 骰 色身 就是咱们下一个右体 圆 心 书法的心 是不是一字 这叫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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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相还也 无常 苦空 无我 分别说的法 里头有苦 空 无常 无我 这四种是说 就自相 来说 但是这个 实在不上 所了解的 无常 苦空 无我 是心体上的 不是四相 上的 是理上的 理即是四 用理来显示 用四又来显理 这样子叫不二相 所说的法 种种差别相 归缘呢 就是一时相 一时相 像这种的说法 是实在菩萨 不是一般的法术 也不是世间的凡夫法术 但是 说法的时候 大多数 是一只俗体 要四处的体力 这叫自相 说真体 真体嘛 大家都就是佛性啊 平等平等 这叫真体 说真体法的时候 有时候说真体 环境都说的真体 自他不二 生佛不二 这样的真体 这不二 就是宗道 金刚杖菩萨 他们说的 显得宗道 还有 在辨别的时候 目的一个 使众生断祸成道 这是教授法了 教授法要有这辩解 容易里显示 显示什么 叫众生断祸 出离 出离菩提心 出离菩提心 就是咱们经常说 那有道心没有 你道心就是什么呢 就是 出离的菩提心 这道是菩提道 你是不是想成佛 那就是 当然文言没这么说了 就是 你有道心没有 你发心了没有 发心就发了 菩提心没有 有道心没有 你想不想行菩提道 想不想周菩提道 这个含义 得有这个智慧 但是还有得不 有一种不畏的辩才 印和说法的时候 没有畏惧 无畏 不论他问的多难的问题 都能解答 自言无畏 还有这个无畏 有很多的道理 没有好多的法师 学了好多年了 自修 没人的时候 蛮能说 人少的时候 也很能说 感到一生到这个座位上来了 开不开口了 说不出来 这叫有畏 什么畏呢 众德畏惧 说这么多人 大众一个人 德力没这么大 但是这个众德合起来 这个力量就大了 能够无畏 自在 听到某某大德 辩才无奈 私自在干什么 好 你就生恐怖感了 他来问你问题 哎呀 你说我这个智慧 我能对达得了他吗 这就有畏 你像我们古德 在晋朝时候 道教有一个神险 叫西昭慈 他找道南法师 向道南法师 说你们佛教 你放去了 信我的道教啊 他看着道南法师又小啊 又干啊 他看不起道南法师 他说这四海之内 就是我们中国之内吧 四海一朝此 四海之内就我一个 后来他跟道南法师辩论了 他输了 道南法师说 谜天是道南 那四海 我天都盖过了 都弥漫于天了 这叫无量变 不为变 用一切智慧 宣说修多罗的法 佛所说的七经 修多罗就翻七经 宣说一切法 无量无尽 变才无奈 无畏呢 都运和的辩论 运和的言书 从来没有答复不出来的 没有不为干 这法师经常还得练习 练习无畏 那怎么办呢 求加持 多念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加持 不论法会好多人 这里当然有圣人 有反复 有大德来听 如果有那个超过 大德来听 你心会动的 你心会动的 动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法门 来降伏你的心 要产生了 无畏变 无量变 这得有六种证件 那六种证件呢 六种证件呢 就是正确的法门 就是法门 金刚先论里头 引证的六种剑 剑就是说是 你对说法上的真正的政治正见 一个是 真实字正见 真实字啊 是从理上产生的 就是一真法界 能指理法界 理法界通道无奈 第二种呢 行正见 能指导行的法 佛所教授呢 一个离世间 一个承等正觉 这两种 这叫 正见 正行 法菩提心 法菩提心 厌离世间 这叫正见 凡所入世间法 夹杂的 不是正见 不是正见 要离世间 第一要离世间 第二 一定要行大悲 大慈恨 四无量心 任何法都离不开的 这叫政治正见 这是智慧啊 真正的智慧 能知道一切法的 真实的意理 不为法性 厌一切法 知 还要去做呀 光知道不行啊 要行正见 行正见 能知道行的法 怎么行 行的当中 有些什么障碍 会出现什么问题 能够解答 能知行法 教呢 就演说圣人背下的话 就有法 圣人 加倍 我们众生的 一切的法 那有圣人 就指佛说 这些法 所有教授的法 我们能正知 正见的理解 能够正见的认识 印何说 印何法 一定离二边 显宗道 说断 说长 这叫二边法 要离二边 印是二边法 能够印得清楚 显宗道义 这叫正见 这个宗道义就是离法 离能成些四法 不为四法 不要以人的情 来取一些法 要离情取法 这个很难啊 咱们要是用智慧 不要用感情 感情是迷惑 智慧是光明 感情是黑难 不要跟情取一些法 不要用你的印是感情来取一些法 正确不正确 用佛教授的方法来判断 认识 一定要离二边 独显宗道 反正说断的 说长的 人不死 人长活着 长见 人的寿命长啊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断见 不长以不断 这才合乎中道义 要离二边的正见 还有不思议的正见 这个很难了 修行所得的 不思议 用点言语去说 说不出来啊 表现不出来 用点思想去想 想不到的 你那个想啊 夹着这很多不是智慧 是旺 只认你现在所行的法 读诵大成 磕头礼拜 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 你得意识他呀 我做这些个事 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先知道 知道不被障碍所障碍呀 这就是修行 修行当中 要开始智慧的呀 修行随便的 在你修行过程当中 要修理你呀 谁来修理你呢 那你就得到加持了 我得到擅自 去修理你呀 说你这样做 不行 夹上一个什么东西 说挂这么做 还得夹向你的灌 你拜佛一天这样拜 那你得夹上回向啊 讲这么长的回向了 大家知道了 那就叫 正确 没有这个字件 那就不正确 这叫什么呢 不思议政见 这样的 从哪得呀 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了 每个经论都有啊 那不思议的政见 如果许普提问 我们应当 怎么样修理我们的心 佛就告诉他了 不要做哪像 人像中正像 这个就是政见 说你在行的时候 礼拜的时候 不要执着你磕了好多头 你要惯想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心里怎么想呢 我能力的 所里的体性没有 我是敢 佛菩萨 我礼佛 礼地藏菩萨 礼观音菩萨 礼佛菩萨 礼佛菩萨时候 那他们就会硬 我能敢跟 所硬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政见 不做其他 直到我们现在 所做这个教法 能不能 他能奢弱 他能不能奢弱 去做呀 现前你所讲解的 就讲解 我们现在讲 华安经吧 能不能奢弱 我心里想 不会奢弱 我也没进入 那为什么还说 为什么还要多 今生没奢弱 来生 未来无量生 一定进入法界 这就是华安义 华是因 我现在是因 将来我一定能得到 果德 现在我学是敢 能得到祝福的因 现在我们就看到 我们现在正讲这一段 金刚杖 得到金刚杖 祝福的加持 就是他的感 金刚杖 祝福的应 这叫感应 这叫正见 只我现前所行的法 不是情感 而修行的德行 德行 是叫正面 是叫正面 根 欲 性 这三个做 三样的讲 这讲不完了 下回再讲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 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时机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力乐有情 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 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 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 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 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图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 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举办公诵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前大贡 点灯 贡水 护生 即甘露诗时 日期11月27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八点开始前行 下午两点 公诵药诗经 恭请战山法师 主法领重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86-5号 恰询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操建 请事先报名参加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公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弟子规 学习班招生 开课日期 12月7日起 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长期如数者 该如何使营养均衡 1. 重视植物性蛋白质的补充 黄豆制品是品质较优良且较经济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可多选用 2. 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维他命C 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帮助铁的吸收 3. 坚果类食品以及零食不该食用过量 以防热量过高级肥胖症 4. 饮食需广泛摄取各类食品 以维持均衡 5. 注意维生素B12及低的摄取 多外出晒太阳 并且多多食用不含草原酸的深绿色蔬菜 例如包心菜、白花菜 以提高钙的摄取量 6. 增加豆类、荷果类及干果类的摄取 在饮食中可加入强化过的豆奶或活化酵母 诗实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博差 十方三世一切活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波罗蜜 自渔摩赫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